接著要介紹的叫做海底擴張 顧名是海洋會長大 海洋以前叫做所謂的內太空 什麼叫內太空啊 外太空我們去不了到不了 我們不清楚我們不了解 海洋就在我們旁邊 我們一樣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 所以它叫做內太空 一直到二世世界大戰之後 人類發明了潛水體 領身啊什麼什麼之類之後 我們才有能力去對海洋做幾乎的探測 然後我們就發現在大洋的中間 有個綿延數千公里的大山脈 我們稱為中洋頸 在邊邊有很多深邃下去的叫做海溝 我們就發現了中洋頸 我們就發現了海溝 它叫海溝 然後呢這個中洋頸 最早在大西洋發現 它差不多就在大西洋的中間 就把它稱為中洋頸 後來發現三大洋都有中洋頸 可是不見的都在中間 太平洋中洋頸比較偏東邊 比較偏東邊 但是它還是叫做中洋頸 因為最早就是大西洋發生在中間 所以叫做中洋頸 OK 好 這位大哥就提了一個說法 然後呢又講了一個學說 這個論文 這個論文就被認為是海底擴張學說的爛鄉 爛鄉是開始的意思 你們國文不好 他不懂他寫什麼 就開始的意思 他有開始 OK 那海底擴張在講什麼 海底擴張在講海洋會長大 海洋為什麼會長大 因為底下有地寒熱對流湧出的物質 噴出來之後形成了新的海洋地殼 為什麼底下有地寒會熱對流 因為有放射性物質的衰變 因為放射性物質衰變的放熱 所以使得我們下面有一點融融會 一點流動的狀態 就是熱對流 熱對流往上噴 噴出來的時候就形成新的海洋地殼 同時噴出來推兩邊 噴出來推兩邊 中間就形成了一個大山脈 稱之為中陽極 所以海底擴張懸說說 海洋會長大 海洋在哪裡長大 在中陽極長大 為什麼 因為這裡地寒熱對流上升 噴出來 長出新的海洋地殼 噴出來長新的老地殼推兩邊 長出來推兩邊 長出來推兩邊 這樣叫做海底擴張學說 但是你不可能只有長啊 你如果只有長出來的話 那地球要嘛就越來越大 要嘛就越來越後 地球也沒有越來越大 也沒有越來越大 表示有地方升就有地方要命 有地方深層就有地方要消失 它在哪消失呢 在海溝處消失 海溝把它拉回地寒 重新融化 然後引墨回去 不見了 所以呢 新地殼在中陽極深層 老地殼在海溝處消失 後面會再教一次 學測考過一題 後面會再教一次 問你 為什麼海洋地殼都不老 大陸地殼有三十一年前的 四十一年前的大陸地殼 為什麼海洋地殼都不老 都不超過兩億年 因為老地殼都回家了 這老扎回地盤消失不見了 這後面會再教一次 這學測考過 為什麼海洋地殼都不老 因為老地殼都回家了 所以所謂的海底擴張學說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新地殼在哪裡生成 中陽景生成 有老地殼在哪裡消失 海溝處消失 所以中陽景生成新的海洋地殼 然後地殼在海溝處消失 掌心的然後消失 掌心的推兩邊 掌心的推兩邊 推推推 這個海溝下去才能辦法再見消失不見 新地殼生成老地殼消失 這樣叫做海底擴張學說 OK嗎 OK 這裡就是一張偉大的圖 這張圖可以告訴你很多事情 目前為止只有告訴你 這裡叫做地寒對流上升 噴出來長新地殼叫做中陽景 中陽景長出新的海洋地殼 這裡地寒對流下降 老地殼以末消失不見 哪邊 海溝 所以中陽景地寒對流上升 掌心地殼 中陽景 老地殼在海溝處消失 那裡地寒對流下降 目前只有告訴你這個 可以後全部學完之後 你可以說學很多事情 比如說 左邊有一塊 右邊有一塊 這樣叫做板塊交界 板塊中陽景交界 海溝處交界 這裡有一個安定斯山脈 地理會交新的折皺山脈 還有這裡 課本上指給你看 可是沒有指示說我會交錯動性斷層為界 所以中陽景 海溝 新的折皺山脈 跟錯動性斷層 就是板塊交界 你看到這裡向左走向右走 分開 叫做張裂性交界 所以中陽景是張裂性交界 山脈跟海溝 是聚合性交界 剛才跟你講的課本指給你看 沒有指示說要做錯動性斷層 就是錯動性交界 所以板塊交界有 張裂性 聚合性跟錯動性 中陽景是張裂性 山脈跟海溝是聚合性 錯動性斷層是錯動性 這張圖可以告訴你很多事情 基本上這張圖給我看懂 這張圖告訴你什麼 OK嗎 OK